前任四英年早婚,林家再见前任梦云,说了一句,再见了,我们的故事就到这了,以后你就别惦记我了。 好像,很像,两人的结局写进了主题曲,何必,有没有。 一起了解一下林家怎么了,为什么就放下了呢? 林家结局,不可以忘记他和梦云的过去,也不必和梦云再在一起,谈遗憾又何必。 分开的六年,他们祝对方还有幸福的权利,守口如瓶,也算是默契。 林家经历了等待,结婚,离婚,成了单亲妈妈。 梦云兜兜转转,费了一番心思,终于和林家约上了饭。 林家带着孩子来的,已经学会怎样爱过梦云,就怎样放过她。 真的爱过一个人,是会希望她向前走。 可惜,梦云还是那个助孤身的梦云。 林家改变不了她,换个女生也不能,谁都不比谁更特别。 通过几轮疯狂的相亲,梦云遇到了一名女律师,就叫她流流好了。 梦云和她处得挺好的,但还差点意思。 结局,流流给梦云发了信息,成年人都懂。 梦云撒了谎,假装在公司集体加班。 流流买了咖啡,吩咐了个寂寞。 不是梦云不在,是只有她一个人在。 这时,就该体现成年人的默契了。 流流放下咖啡,哭着离去,心里清楚,和梦云已经没戏。 梦云想明白了,已经晚了,疯狂打电话给流流,没有得到回应。 电影中,还有另一条爱情线,是梦云好基友于飞和丁点的试婚线。 虽然这一对在磨合,从而产生了种种摩擦,但是两个一起努力解决问题的人,结局并不会差,还是可以好好在一起。 梦云看似洒脱,其实心态驼鸟。 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她,邻家是,流流也是。 所以,她就只能继续单身了。 。